大家好,我叫林昌 然後我今天要講笑話給學長聽 要挑戰的對象是指揮學長 學長,你以前跟菜鳥的時候有這樣嗎? 我那時候是講給大餅 大餅準備他聽 那他有笑嗎? 當然沒有 最後有懲罰 有啊,好像彈了頭 很痛 痛啊,怎麼不痛 那是這樣彈的 認真的彈 認真的 講人是 對 快點啦 開始了啦 我今天講今天懲罰是什麼 懲罰喔 因為我覺得我不太會彈人家額頭 你說彈耳朵也不會痛 如果說拿橡皮筋彈人中我可能可以 但是現在不要那麼狠 我今天就罰他來個六勝好了 好不好 沒有六勝 再低一點 年底的時候大家一起彈他額頭 不行啦 可以吧 這個懲罰可以吧 再低一點 不行啊,算是已經被你達成過了 好 去年是局數嗎 局數跟中繼點 中繼點 其中有一項達到 達到多少 然後有那個 15局 15局 然後 兩點 兩個中繼點 兩個中繼點 然後就有那個 遊戲片 一個聖口 這樣子 對 你們幾個人一起送 我 古靈 應該是古靈 想出來的 點子 是怎麼會一開始 為什麼會想這個 因為那時候我們都在玩這個遊戲 然後 那時候招昂好像還沒買 然後 可能在當 剛出的遊戲片 那個價格比較高 然後他就 然後我們後來想想 好,那我們給你一點鼓勵好了 然後我們就給他這個目標 然後他說好 結果明明就很簡單 哈哈 找一下那個比較 比較多一點的 你要找好笑的吧 多一點是什麼 就是 有些的很短就是會那種 很冷的 對,很冷 連我自己都 沒辦法笑 你又 很少在笑的吧 然後這個啦 醫生問小明 如果把你一邊耳朵割掉 你會怎麼樣 小明說 我會聽不見 然後醫生又說 我把你另一邊耳朵又割掉 小明 小明又說 小明說 我會看不見 醫生說 為什麼會看不見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他說 我近視 因為我要戴眼睛 沒事嗎 他割掉兩個耳朵 沒有戴眼睛 會看不見 就這樣子 你看到你嘴巴在發抖 沒辦法笑這個 太難了,我再加一個 我覺得你的反應比較好笑 他努力演生動 對啊 我沒辦法撐耶 沒辦法,網路上的笑話就是這樣嗎 就是不好笑 對啊,太難了啦 找這個 就叫你找沈玉琳的 沈玉琳的是影片 沒辦法 影片我記不起來 啊這個 那個 老師說 海水為什麼是懶的 然後一個學生說 因為 海裡面有魚 然後老師 又問為什麼 有魚 海水就是懶的 小明說 因為魚會吐泡泡 知道什麼嗎 因為 吐泡泡 吐泡 你有tag他的嘴巴 補 看一下 補補補補補 吐泡泡 可以嗎,這樣可以嗎 笑話我是覺得還好 但是他已經很努力了 嘴巴已經在抖了 我沒辦法了 所以你覺得挑戰 可以啦,可以 不行啦,我不能給趙恩成功啊 因為這樣他就沒辦法達成八勝這個任務 欸六勝,六勝這個任務 對不對,當然不成功 四勝 不然可能要問底下的球迷看可不可以成功了 對啊 留言的,如果不成功他就是要 四勝就好了吧 好,四勝 太難了啦 那折中五勝 我去年一勝都沒有 折中五勝 啊你是去年後面才上來的啊 不一樣啊 你能打過牙冠耶 那是 那個是去年的事情 今年的事情還是要延續啊 好啦好啦 五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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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 我覺得他講的比我之前還好 因為他真的蠻生動 啊我 我覺得我也不是那種不太會講笑話的人 我也很努力 但是我覺得他的表現比較好 可是我還是不會給他過 因為他必須要達成五勝 對 我第一次看他這樣 因為他平常話很少啊 然後他也不會有什麼情緒的表現 然後就 然後笑一下 然後就沒了 但他已經很努力了 我已經經歷了應該算一百分了 平常我是不會開啟話題的人 我沒辦法 確實 那你穿笑點低的 嗯 要Gate到吧 如果沒有Gate到點我就會覺得沒辦法 那這兩個笑話有Gate到一點嗎 第二個有 因為第二個 比較容易懂 第一個要需要思考一下 就會 反應如果慢一點就 不會笑 我可能反應慢一點 嗯 哈哈 哈哈 呵呵呵 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